在研究羅馬書以前我們要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就是我們稍微要知道一下保羅的年表 這個總不能對作者保羅一無所知 然後你說你要研究這套所寫的作品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來看的是保羅的年表 在整個《史徒行傳》裡面呢 他所記載的那個時間 我們能夠在其他的歷史上找到根據的 只有在《史徒行傳》十八章十二節裡面提到 這個家流跟雅蓋雅幫國的時間 因為呢在這個 今天的土耳其德爾菲的這個地方 曾經發現了一塊石棵 這個石棵呢是這個 這個羅馬皇帝葛老丁任命家流任幫國的時間 那根據那一塊石棵上面的時間 我們去推斷 家流任幫國的時間大概是 祖後的五十年的後半到五十一年的前半 好我們現在翻開我們的聖經 每個人 你不要來這邊沒有帶聖經好不好 你現在趕快翻開聖經 我們要稍微講很快的把那個前後的年代 相關的年代事件 我們要稍微把它連起來 好這裡我們有提到十八章十二節呢 是這個 這裡有提到一個人叫做 家流任雅蓋雅的省長 這個 你如果拿的是 和和門的話 上面是寫幫國 其實比較簡單的翻譯就是 省長 就是省長 好 如果這個 家流任幫國 他任省長是在 祖後五十年的後半到五十一年的前半 那麼十八章一開始 保羅到達哥林多的時間 就一定要怎麼樣 早於祖後五十年 所以十八章的一節 哥林多 不不不 使徒行傳十八章的一節 我們大概會把它定在祖後的五十年之前 好 那麼保羅在十八章到達這個哥林多 在哥林多之前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耶路撒冷大會 就是 使徒行傳第幾章 十五章 十五章 使徒行傳十五章 就是耶路撒冷大會 那麼我們這樣就可以推測 那耶路撒冷大會的時間 大概就是在祖後五十年 或者是四十九年 大概是這樣子的時間 去做那個確定的 好 那麼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在 Josephus 就是 這個 猶太史家約瑟福 他的這一個 這個 作品裡面 就是 猶太古史 找到幾個相關的年代 有在這上面 就是西律雅基帕的史 這是 十五章十二章 然後呢 有雅各被殺 彼得被囚 這是在43年底到44年初 好 跟羅馬書有關的一個 重要的時間點 就是猶太發生饑荒的時間 好 我們等一下會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保羅為什麼要寫羅馬書 因為保羅寫羅馬書的動機問題 一直是大概過去二十年來研究羅馬書 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麼 其中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那個 猶太 猶太地 就是這個 耶路撒冷 發生饑荒 那按照 Josephus的記載 這個饑荒 時間持續很長 是從祖後的46年 延續到祖後的48年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麼保羅跟巴拿巴 曾經就是在 這個 就是 十一章 二十七到三十節 他們有收集捐款 要帶回去 耶路撒冷 那這大概 應該就是在48年之後 我們大概會把它定在48年 好 那麼 我們就是從這樣子這幾個 確定的時間 然後呢 我們 就是把大概的那個 日子 這樣把它定下來 好 還有另外一個時間 是保羅自己提的 我們來看一下 加拉太書二章 好 加拉太書的二章一節 的第一句話寫什麼 過了十四年 過了十四年 什麼樣子十四年 就是保羅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因為我們這樣看 就是 耶穌 他是在三十年受死的 然後 我們會推測 一般來推測 是保羅是在三十三或三十四年 信主 好 然後呢 過了十四年 好 這個十四年 指的是他信主之後十四年 好 那 這個 他又回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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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他三十七年 第一次到耶路撒冷 然後再過十四年 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去 那這個十四年怎麼算的 這個 這個會有點困難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把三十七加 或三十八加十四應該是多少 加十四 那五十 五十二 甚至五十一或五十二去了 那可是問題是 那個他所謂的第二次訪問耶路撒冷 那個 是在四十八年 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四十八年 就是他那個 帶著那個 捐款回去 那麼 這個 這個加 就是說 時間上會不太一致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樣 我們說 耶穌死後幾日復活 三日子 那三日子怎麼算的 第三 就是 頭尾都算第三天 所以事實上 嚴格說起來 有沒有到七十二小時 沒有啦 大概 大概可能五十幾個小時左右 就是說 等於是 他等於是 頭尾都要 就是都把它算進去 所以把它當作是 三天 那我們的推測是這樣 就是說 有可能那個時代的人 算數就是 十四年 他會把第一年的年頭 通通算進去 然後 最後一年的年尾 通通算進去 所以其實中間其實 嚴格講起來 大概只有十二年而已 所以是大概是 如果是十二加 加三十八 那大概就是五十 那可能就比較接近 這是我們在學術上 目前沒有辦法解決的 但是這是我們 大致是這樣子去做推測 好 所以這個是 所以第一張表 就是告訴我們 保羅他的 那個 第一次宣教旅行 跟第二次的宣教旅行 然後再來呢 這個 再來是第三次的宣教旅行 那個保羅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跟第三次宣教旅行 跟第三次宣教旅行 在《使徒行傳》的記載 他那個間隔並不是很詳細 所以感覺上就是 你讀到十八章二十幾節的時候 好像他一回去夜路上 又馬上出發 就是那個中間就是 沒有告訴我們說 他要重新整裝出發 所以第二次旅行跟第三次旅行 我們讀起來會很接近 好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五十七年到五十九年 他就是 在被菲利斯監禁 然後之後在佩斯都面前受審 好 那個保羅在這個 菲利斯 被他監禁 這是在記者的23章22節 23章的22節 我們就是又從那個 Josephus的紀錄發現 就是說 菲利斯大概是五十二年 開始任猶太的巡撫 那 那這個 他當猶太巡撫的時間 結束到什麼地方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按照 Josephus另外一本書叫做 《格勞丟傳》 上面透露到五十九年的時候 這個 菲利斯應該還是在 這個 蓋薩利亞 就是他的駐地 是在蓋薩利亞 他是巡撫 那麼 所以保羅 這個 這個 離開 蓋薩利亞的時間 應該是怎麼樣 那就是要 晚於多少 五十九年 因為 他被受審的時候 是貝斯獨聽審的 所以他被送走 那麼 那麼顯然是要在他離任 的時候 之後才被送走 好 那麼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把他 這個 湊起來 那一般我們會 認為說 六十年到六十二年 就是說保羅 後來受審 是到 到羅馬去受審 然後 然後 他在 這個 就是 使徒行動後面有記載說 他在 羅馬住了幾年 住了兩年 好 所以大概 所以 我們可以確定 就是保羅他到六十二年都是活著的 那至於什麼時候 殉道 我們沒有一個很確切的時間 那有的人 有一說是六十四年 有一說是六十五年 這個不一定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是 這個 六十二年之前 他還活著 那麼 我們另外還可以再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 羅馬書是在第三次的宣教旅行 寫成的 那一般我們會認為說 保羅寫作羅馬書的時間 是在公元五十七年左右 是在公元五十七年 所以這個 這是幾個重要的時間 你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好 那我們在討論這個羅馬書的時候呢 就是 我們還要再問一個問題 那就是 那到底收信人是誰 收信人是誰 就是 羅馬教會是什麼樣子的組成 好 對不起 我給大家的那個 講義呢 你心裡 要 要 要往 就是 跳一個大段落 到那個羅馬教會的組成 好 一般呢 我們 一般我們現在的學者 通說 就是 羅馬城 開始有基督教的傳步 大概是在公元四十年左右 是 隨著 猶太商人 因為貿易的關係 把這個 基督教 帶到 這個 羅馬城 裡面去 那我們要知道 第一代的基督徒 應該是說 第一代的彌賽亞信徒 你懂我在講什麼嗎 我的意思是說 對最早的基督徒來說 對最早的信耶穌的猶太人來說 他們的概念裡面沒有所謂的基督教 這個要搞清楚 所以我們 在學術上 我們稱呼他們說 他們是 彌賽亞信徒 那麼這一些人呢 因為他們 具有 猶太人的身分 所以 即使他們 信了彌賽亞 可是呢 他們依然 是在 猶太人的會堂裡面 聚會 這是大概初期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 隨著那個時間的經過呢 那麼猶太的基督徒 就跟傳統的猶太教徒 開始有了爭執 那這個爭執呢 最主要是來自於 對律法的理解 對律法的態度的問題 雙方開始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爭論 那這個爭論呢 到了公元49年 達到一個最高潮 那根據這個 一個 羅馬人 叫做 聖丁尼爾斯 他的報導 他說 公元49年 羅馬城內的 猶太社群 因為一個叫做 聖丁尼斯 的人 而引起 動亂 很顯然 這個人 就是指基督 但是這裡拼錯了 這裡拼錯了 為什麼 因為羅馬人 不認識基督 所以那個 他們是聽那個音去拼出來的 所以那個 這個 所以 字文應該是什麼 OS 是OS 是OS 那 不過我想 絕大多數的學者 應該說的學者 都同意 這裡指的就是 那個 那個 耶穌基督 那就是 雙方就引發 就 就開始有了 因為基督的問題 起衝突 衝突到什麼地步呢 就 驚動了 皇帝 那 皇帝沒有辦法 處理 他們 猶太人 內部宗教的問題 所以呢 在 這個 公元49年 葛老丁 就下了一個 一個 設定 就是 將 羅馬城內 所有的 猶太人 全部 趕走 全部都 趕離開 那個 羅馬城 那麼 這些人呢 啊 就 就 沒辦法進城 沒辦法進城 那他們就住在哪裡 住在羅馬城外的 台伯河的兩邊 那 這個 這個部分呢 倒是有很多歷史的記載 就是說 這些人他們是住在 台伯河邊 好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 《使徒行傳》十八章的第二節 《使徒行傳》十八章也記載了這一個驅逐猶太人的記載 他遇見一個生在本都的猶太人名叫亞居拉 不久前他帶著妻子百姬拉從哪裡來 從意大利來 因為 克勞地命令所有的猶太人都離開羅馬 好 所以 這一段記載就是 所以 你就可以說 那 十八章第二節 《使徒行傳》十八章第二節 應該就是在四十九年之後的事情了 就是四十九年之後的事情 好 那麼 這個驅逐猶太人離開羅馬城的這個事件 對羅馬教會的影響是非常非常的深遠 那這樣子的影響大概是 大概是最近二十幾年來的新約學界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好 那麼 那麼 根據羅馬 羅馬法的慣例 皇帝所下的設令 會因為皇帝死以後 那個就失效了 就失效了 那麼 哥老丘是在公元五十四年駕崩 那 他的下一任就是這個尼路 就是尼路 那麼 其實尼路 尼路在他舊任之初 他對猶太人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他是對猶太人友善的一個皇帝 那所以呢 公元五十四年之後呢 開始就有 被當年被驅逐 就五年前 就是五六年前 被驅逐 離開羅馬城的猶太人 然後就慢慢的就又回到他們原來的 原來的所居住的地方 好 那麼 這些回來的猶太人 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他們離開了 所以他們原來 可能因為經商 然後 而 購置的這一些 房屋跟土地 就怎麼樣 被侵占了 所以很可能他們離開以前 都是過得不錯的中產階級 可是他們回來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一貧如洗 也變窮人了 變成一貧如洗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 葛老爹 並不知道什麼是基督徒 什麼是猶太人 所以他是全部都趕走 對不對 那麼 所以 回來的人 裡面當然也有什麼樣的人 也有猶太教徒 也有猶太基督徒 好 原本 在49年 以前 我們說40年就已經有基督徒聚會了 所以 所以呢 當這些人54年以後回來 赫然發現說 原本 原本基督徒 那個聚會的 場合 原本是 猶太基督徒 為做主體的 可是 五年 他們知道回來 變成誰當主體了 變成是 外邦 基督徒 成為 佛馬教會的主體 好 那麼這裡面呢 就產生了很大的 意識形態的衝突 好 所以這有意識形態 為什麼 因為 你可以想像得到 有猶太背景的基督徒 他對 律法的 理解是比較嚴肅的 還是比較寬鬆的 比較嚴肅的 那外邦基督徒 是怎麼樣 對 就比較寬鬆 所以 整個 那個 54年以後的 羅馬 教會 我指的是 基督徒聚會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呢 就 就是 開始 在意識形態上 就有很大的衝突 現在一般的學者都同意 羅馬書 十二章到十五章裡面有談到那個強的跟弱的有沒有 那個強的跟弱的就指的就是 歸回的 猶太人 的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之間的差別 那我問大家 那誰是強的 外邦 對 他們是指的就是外邦的基督徒 那誰是弱的 就是歸回的猶太基督徒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背景是讓我們去瞭解 所以 保羅所 寫信的對象 是有他特定的情境的 這個是我們首先要先瞭解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也不要忘記 在羅馬的時代 一個人要經商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加入 工會 就是行會 就是同業工會 你才可以從事 才可以合法的從事這個同業工會的工作 可是 現在問題是說 他們 被趕走又回來之後 很有可能 原來的工會就不接納他們了 為什麼 因為 到了那個時候呢 羅馬人 都認為猶太人是troublemaker 也就是說呢 這些人 但是 回來 他們不僅財產沒了 這個 這個 教會的主導權沒了 連 要重新開始的可能性都沒了 大家可以理解嗎 所以就是說這些歸回 回來 這個 羅馬城的這些 猶太背景的基督徒 他們遇到的狀況是很糟糕的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去瞭解 這個 保羅在寫作的時候的一個基本的 一個大概的背景 這是 我們是這樣子來看的 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再來 看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常常會疏漏的一個地方 但是呢 我們現在發現 這個很重要的 羅馬書十六章的請安名單 你對請安名單有深入研究的請舉手 大概沒有人會做這種事情 我意思就是說 這個請安名單 這個 一般人在讀經的時候 百分之九十九 大概就是讀過去而已 可是呢 現在的 這個 這個 保羅學者研究發現 這個請安名單 有很多故事可以談的 有很多故事可以談 等我一下 我脫個毛衣 太熱了 對 對對對 那個 在座當中 有上過我的課的請舉手 這問題上我的課有什麼要求 手機一定要關機 對對對 拜託 我們手機關機好不好 如果你有在幕會的 那個 你就 只有在幕會的幕者 你可以調震動 不然 如果你沒有別的事情 請你通通關機 好不好 現場唯一可以開機的 只有妹子可以 好 練關了就好了 我常常講 這個 我堅決主張台灣獨立 但是我認為 如果台灣人不會學會 用手機的禮貌 沒有資格談台灣獨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羅馬書十六章 羅馬書十六章 我們請大家 現在馬上看 你在十六章 你找到幾個請安的人民 好你之前就已經知道 有多少人的請舉手 你們不是都有讀過 數一數 數一數數一數 數一數數一數 那麼少嗎 有那麼多嗎 其實他問他應該是從十六章的第三節開始喔 所以那個飛行不能算啊 請安的對象有名字的是二十六 但是有一些沒有寫出來的 比如說誰 比如說 對 魯福的媽媽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裡 嚴格說起來 有記名字的是二十六個 但實際上請安的對象 至少有二十七個人 好 那我們現在 從這二十六個名單裡面 我們要去分析 到底保羅所請安的對象 是什麼樣子的人 好第一個 除了亞居拉和百居拉以外呢 其餘的名字都沒有在新約出現過 你們都同意嘛 對不對 好 其中有六個名字是拉丁名字 有亞居拉 尤尼斯 尤尼亞斯 和伯利 爾巴努 魯福 和尤利亞 那這六個人呢 這六個人是拉丁名字 什麼是拉丁名字 代表的是什麼 他是土生土長的羅馬人 他是從小就是在活馬長大的人 好 那所以如果說二十六個人 裡面 只有六個是拉丁的名字 那意思就是 這其他的二十個人是怎麼樣 是外省人啊 對啊 用一些話講就是 就是外省人嘛 別的省移境來的嘛 好 就是有六個是本地人 二十個是外省 這個外地移進來的 好 那麼這二十六個人裡面呢 有十一個人的名字顯示 他們是奴隸 或者成是奴隸 好 所以 將近一半 將近一半 是奴隸 或者是成是奴隸 好 所以大家要了解 所以 羅馬教會的 這個組成分子 這個組成分子是 是什麽樣子的教會 是社經地位比較高的 還是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 甚至是 嚴格講是非常的低 好 因為是奴隸 跟自由人 所組成 就是一半的人 是奴隸 跟自由人 那個一定是很低的 教會 好 那麼 然後呢 這十一個人 這十一個 曾經是奴隸 或者是 現在是自由人的 這十一個人裡面 這十一個裡面呢 有四個人 有四個人 他們的名字 是繼承 皇室的名字 所以暗示的是什麽 暗示的是 這十一個裡面的四個 他們信主 是因為他的主人 信主 然後他就跟著信主 你知道懂我意思嗎 因為以前的奴隸 他的名字是 跟著他的主人 會另外有一個 新的名字 那所以 如果說有四個人 他的名字 跟皇室有關 那暗示的是什麽 這二十六個裡面 另外有四個人 是什麽樣的人 是皇室的 就是生活過得不錯的人 就是有色經地位的人 有四個是色經地位不錯的人 有四個是色經地位不錯的人 跟皇室有關 所以他們會帶四個奴隸進來 很像東維一直 是這樣在推測 好 那麼 接下來呢 我們有看到 當保羅 問安 這二十六個名字的時候 其中有十個人 保羅是稱呼他同工 或者是稱呼他親愛的 或者是我的 我們的 我們 那如果呢 你再加上五福 和他的母親 那麼 很顯然 這十個人 這十個人 OK 保羅 有沒有去過羅馬 沒有喔 保羅 從來沒有去過羅馬 也就是羅馬教會 不是保羅所設立的 可是保羅竟然會稱呼二十六個人的其中十個 說他們是同工 他們是親愛的 我的 我們的 什麼什麼 意思是什麼 暗示著 這二十六個人裡面 保羅之前就認識了十個人 保羅認識其中的十個人 好 好 那麼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 剛剛講的那十個人 那家魯夫跟他的媽媽 總共十二個人 大概把他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我們說他是保羅的同工 那第二個 第二大類呢 是這個 保羅屬林的兒子 那第三大類呢 是我們比較少去注意到的 就是魯夫的母親 就是為什麼保羅會特別 向魯夫的母親問他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魯夫的母親 極有可能就是保羅宣教旅行的贊助人 贊助人 贊助人 贊助者跟被贊助者這樣子的關係 是羅馬社會一個重要的特徵 是羅馬社會的重要特徵 所以魯夫的母親 雖然沒有寫出名字 但是他極有可能扮演的就是贊助者的角色 所以這是大概我們對這十二個人的分類 那麼可是呢 可是我們這樣子來看 從剛剛我們這樣分 這樣子看就是說 這二十六個人其實是蠻複雜的對不對 有本地人有外地人 然後有猶太人有非猶太人 然後這個有跟保羅之前有認識的 有些是不認識的 那有一些跟他關係很密切的 那有一些是 他只是知道沒有特別說的 好 那麼 所以學者推測 為什麼保羅要在問安以前 要先稱呼 就是會給他有一個稱呼 比如說 又像我們在基督裡的同工爾巴奴 和我所親愛的士大谷問安 就是說假設 學者的推論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羅馬城不是只有一間教會 他也有很多間教會 那麼同樣一封信要在不同的教會之間宣讀 可是呢 這個保羅又把他跟他同工之間那個很親 那個稱呼把他寫出來 暗示著說什麼 暗示著羅馬城內的基督徒彼此的聯繫非常的薄弱 以至於保羅必須要把他所溫安的對象的背景稍微寫一下 才會讓讀者知道說他在請安的對象是誰 所以大概是我們是這樣子去做理解的 好 那麼 所以綜合以上的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羅馬教會有幾個特質 第一個在羅馬的基督徒群體中 僑居羅馬的人比土生的羅馬人還要來得多 這個一開始我們有講過了 然後呢 外方人比猶太人多 外方人比猶太人多 那麼至少有九位基督徒或領袖 在這當中是代職事奉的人 但是我沒有辦法確定這九個人是不是彼此互相認識 好 這個第一這一點很重要 羅馬教會 我們所幻稱的羅馬教會 其實是由五間家庭教會所組成的 這個是目前學者的通說了 那麼我剛剛講過 那個保羅在問安的過程 他會把那個問安的對象的稱呼 把他寫上去 暗示著那個收信者 其實彼此之間聯繫是很薄弱的 好 那麼這二十六個人的名字呢 有十二個是保羅他個別認識的 有保羅的童童 有他的屬靈的兒子 有他的贊助人 這前一張這個slide已經看過了 對保羅所寫作的對象 有沒有一點基本的概念 是這樣子的一間教會 可是我剛剛所講的這一些資料 還不足以讓我們去體會到 到底保羅 到底羅馬的基督徒 到底面對什麼樣子更具體的狀況 我們首先來談談 這個基督徒在羅馬城的比例 在保羅的時代 羅馬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那一般的學者 大概同意他差不多有四十萬到五十萬人 四十萬人到五十萬人 我們剛剛說過羅馬城有幾個教會 有五個家庭教會 那我們的推測是這樣的 按照羅馬人的居家 他的居家的面積來推算 一個過得不錯的羅馬人 他家的客廳大概可以容納二十個人 就是聚會就對了 不論是宴席或者是要做禮拜 大概只有二十個人 我們把這二十個人加倍好了 可能這五個家庭教會的領袖 他們家特別有錢 房子特別大 假設一個房子可以容納四十個人 那五間教會 所以羅馬基督徒總數不超過多少人 兩百人 不超過兩百個人 這樣你有沒有對羅馬書的收信者 有一點具體的概念 好,那我要問的是 兩百比四十萬是多少 大概就是萬分之五而已 所以那個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那猶太人佔多少 猶太人大概佔十分之一 猶太人大概是四萬人到五萬人之間 也就是說即使兩百個人去除以四萬或五萬 那個比例還是一樣很低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可以去理解 為什麼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 對於那個政教關係的處理 是傾向於對政府要友善 你這樣可以理解了嗎 因為羅馬教會是絕絕對對的少數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保羅要求這兩百個人 要去反抗羅馬帝國 那招之的後果只有什麼 只有滅亡 這被屠殺啦 那根本是被屠殺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當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處理十三章的政教關係 我們不能夠不去處理 基督徒是多數還是少數的問題 OK這樣可以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當然要談的議題有很多 我只是說第一個人口我們不能夠忽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issue 好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剛剛有說到說 基督徒 我覺得彌賽亞信徒本來是在猶太人會堂聚會 那基督徒什麼時候開始跟猶太人分開聚會 這個目前我們沒有辦法確定是什麼時候 但是這五個家庭教會 顯然已經分開了 顯然已經分開了 不過這個哥林多的那個考讀裡面發現 就是那個 我們 大家在上教理史的時候 有沒有讀過一個初代教的文獻叫做十二使徒遺訓 有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十二使徒遺訓裡面有一句話 就是這樣講的 十二使徒遺訓 一般我們會認定它是公元前 可能是第一世紀或第二世紀的教會生活紀錄 它的內容很早 那根據十二使徒遺訓的記載 在耶穌受難復活以後 它的門徒就是追隨耶穌的人 就已經是在主日聚會了 所以對我們基督教的傳統來講 其實我們是可以說是自有教會以來 我們就是在主日聚會 就是禮拜天 可是猶太教是什麼時候聚會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禮拜五的日落 一直到禮拜六的日落 這叫做一天 所以他們是禮拜五的晚上以後 開始聚會 那如果你是個猶太人 你去猶太會堂跟去基督教會 有沒有衝突 沒有 因為我就是前一天去猶太人的地方 那後一天我就去基督徒的地方 有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也就是說到底什麼時候分開 我們在歷史上 我們沒有辦法說 一定是什麼時候分開 但是我們在考古學上 卻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猶太人的會堂 那個挖出來以後 它的對面就是基督教堂 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個猶太會堂的對面是一個基督教堂 那會發生什麼問題 超看贏嘛 對不對 就是 對啊 就是你們教會的正對面 開一間另外一間教會 那當然就會有 就會有競爭的問題 所以 所以什麼時候分開我們不知道 但是 但是很顯然他們 有很長的時間 是大家跑來跑去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理解 好 還沒什麼問題 在背景這方面 好 我們現在要來談一談 閱讀羅馬書 我們都會有一些前色 現在回到我們講義的比較前面的地方 好 我們都知道齁 有問題 都可以 沒有 剛剛沒有跟你說說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主後 主後 主後一世紀 它記載的內容 到底是幾年 我現在記不得 但是 我印象中可能是前四世紀的作品 但是它的內容是在記載第一世紀的作品 好 就是說 十二十五疑訓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最早的基督教會 他們在組織運作上的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比如說 比如說 呃 我這樣講好了 呃 在台灣齁 這個 先知欲言導盪 是不是非常的流行 對不對 那你們 可能在座有當神學生 或當牧者 一定會被問一個問題啊 我們要怎麼樣分辨真先知還是假先知 你怎麼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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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余哥你怎麼分辨 真先知跟假先知 要我未來才會知道 未來才會知道 就是之前沒辦法去頂 okok 就是 呃 一般我們都是從他 從他所預言的內容 有沒有實現去做判斷 可是 很有趣的是 在那個十二十五疑訓裡面 就有提到這個問題 他說 他說 住一天的就是真先知 住兩天的就是假先知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在初代的教會 他們 他們教會跟教會之間呢 有很多的巡迴 巡迴先知 就是巡迴步道者就對了 好 那 這些巡迴步道者 他們 就是 四處傳道 那他們 他們傳道就是怎麼樣 就是從這個城市的教會 然後 就是 旅行到下一個城市 然後去那個教會裡面 那 根據 猶太人的傳統 有外地來的人 有客旅來 就要怎麼樣 要接待他對不對 那就出現一個問題啊 這個人 怎麼來了 住了一個禮拜不走 可是問題又是什麼 問題是這個人又很會講 所以 所以對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來講 他們的問題不在於說 誰講的是不對的 每個人都很會講 每個人講的都很對 那最後的分辨就是什麼 從行為 行為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靠著傳福音在謀生 在營生好了 營利 那這個你就是假的 但是你這個 就是只住一天就離開了 表示怎麼樣 你不是貪圖信徒的公養 那這種就是真的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從十二祖籍去 其實可以給我們一些 啟發 就是說你看待這些 真先知或假先知的問題 最後 要回到什麼 最後就是回到他的行為 他有沒有一樣的見證 去判斷 他是不是足以擔任先知的職份 這樣可以理解嗎 怎樣 陳牧師 陳牧師也是比到這種理解 我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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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我有話講回來 我真的很羨慕 就是說 有人募會 一個月領十五萬 他唯一的事工 是講四篇 從網路上抄下來的到 坦白講 對我是非常非常大的誘惑 非常非常大的誘惑 非常大的誘惑 還有沒有 如果說保羅寫信 只是給一個 二十人的教會 家人的教會 那 是不是說 那段時間到 什麼米露當皇帝的時候 基督徒變成一個 爆炸性的成長 不然不可能 他要 他燒了那個城 他要去怪罪一個 很少數的那種 基督徒 不會構成威脅 那應該是他們有一個 到後期很爆炸性的成長 才會 把這個 怪罪到那個基督徒 有沒有到爆炸性 我們不知道啦 但是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就說 從統治的策略來講 你說 因為我們 對對 我剛剛就是說 他們歸回是幾年 五十四年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提到 羅馬書寫作的時間是幾年 五十七 五十七 所以就說 三年的當中 其實就是 老信徒跟 跟那個 新的信徒 開始起很大的衝突 那個 好 那麼 但是我們現在都同一件事 就是 尼路 燒羅馬神 然後嫁禍給基督徒 基本上那個是 他的政治策略 那我不認為就是說 甚至我還認為說 就是因為基督徒人很少 所以他這樣子處理 對他來講 是最 成本最低的事情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把核對要放到人去 是啊 人太少了嘛 對啊 人太少了 好 還有沒有 好 我們先停在這裡 這個 我跟立馬鐵講說 我今天的稿子 一萬五千次 這個講三個小時都講不完 對對對 這個我講一下 今天給大家的大綱 就是我在那個 深淵班的大綱 也就是說我今天跟大家講過的東西 我深淵班 我只會很快的跳過去 所以你們 你們 也就是說你們要幫我跟學員 在分享的時候去 去講一下 所以 所以 盡量把它搞懂 但是因為我講這些都是歷史 就是說應該不會太複雜 好 那我們慢慢慢慢要進入到 這一個教理史的討論 不管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保羅新關 我想我們都同意一件事情 你讀陰性稱異的時候 你覺得 你會不會同意陰性稱異就是羅馬書的中心主題 你會不會同意 你會不會同意 會 因為四百年就是這樣教 從馬丁路德以後 這個是標準答案 馬丁路德是標準答案 好 好 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馬丁路德 他的情境是什麼樣子的情境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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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個人的處境嗎 對對他個人的處境 就是覺得自己怎麼樣都沒有辦法確定能夠得救 非常好 這個一定要記下來 那個 西浩哥講的這一段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線索 就是保羅為什麼讀到羅馬書一章十六節十七節 忽然整個人好像覺得被光照耀 他的腦子開了 是因為他個人的得救問題沒有辦法得到解決 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坎分就對了 就是說他作為一個天主教的修飾 他自認為比任何人都要進錢 他自認為比他的所有的夥伴都要來得更 怎麼講更認真更認真在修煉操練這些事情上面 可是不論他是怎麼認真 他都沒有辦法確認他是一個得救的基督徒 天主教徒這樣講好了 他沒有辦法確認他的得救 所以換句話講 馬丁路德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境底下去讀羅馬書 而得到他所得到的結果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是馬丁路德 他從他個人的困境出發去讀羅馬書 而開啟了宗教改革 因著馬丁路德的影響 第二代的宗教改革者 馬丁路德算是他的接班人之一 一個叫莫蘭頓 他就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就是羅馬書是所有基督徒的神學總幹 所以換句話講 他們就是說至少有四百年的時間 主流教會對於羅馬書的立場 就是把羅馬書當作是系統神學的教科書來閱讀 不僅是當作系統神學教科書 他還是把 Focus在什麼 Focus在人如何得救的問題 也就是拯救論 或者是救恩論 這個範疇裡面 所以換句話講 讀羅馬書 對每個基督徒的意義 是為了要解決他個人在得救上的困境或者是問題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是宗教改革以來 所確立的一個主流 或者一個浪潮 所以因為馬丁路德的影響 所以音信稱義就一直在四百年來就被當作是閱讀羅馬書的神學核心 所以學者在研究羅馬書 他們問了一個問題是 那羅馬書有什麼內容 所以我們讀一些特別是路德中的學者 路德中的信約學者 他們在研究羅馬書 他們的那個主題架構很有趣 都是以神學主題作為他全書分段的依據 用神學主題來分的 因為他們就是把羅馬書當作是系統神學來讀 所以就是用神學主題來切的 可是剛剛我講了那麼多所謂背景的問題 那近代的學者就要問一個問題 對不起喔 那在這個時候呢 還要再問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保羅在寫作羅馬書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猶太教徒的身份來寫的 還是他是以一個希臘羅馬這個背景的傳統來寫的 簡單講就是保羅他的身份認同 他是一個猶太人還是希臘人 你覺得保羅在我應該是講 在我還沒有講剛剛前面的這些東西以前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有這400年來對保羅的認識 他就是一個希臘人 他是用400年來的理解 就是保羅是以希臘人的角度來解決神學的問題 來解決拯救的問題 他是用希臘人的角度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所以使徒保羅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所以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那個 布特曼的一句話就是什麼 那個保羅創立了基督教有沒有 就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 也就是說對耶穌來講 耶穌他只不過是一個 譬如說是猶太教的改革者好了 可是耶穌並沒有說要創立一個新宗教 反而是保羅創立了一個新的宗教 那他的神學的思想的總成 就是在羅馬書裡面做一個總成 所以這個是傳統上 我們對羅馬書對保羅的理解 就是一個算盡所謂的正統的態度 好 那我們但是 近代學者 我指的這個近代其實沒有很久 這個最早大概大概是這個 在1967年而已 所以距離現在大概只有50年的時間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講的東西是相對而言 是比較新的觀點 傳統的學者 我們剛剛那個標題 宗教改革400年的觀點是什麼 羅馬書是基督教的神學總綱 是從系統神學的角度來看待羅馬書 可是近代的學者是用什麼角度來看待羅馬書呢 其實嚴格講起來 近代學者認為羅馬書應該是一個實踐神學的作品 而不是系統神學的作品 因為保羅要解決的是羅馬教會特定的處境 具體的問題 是那個強跟弱的問題 是那個外邦人跟猶太人 在律法上這個觀點不合的問題 而不是為了要解決 那個基督教神學一切的問題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是保羅新觀 我想你們很多人應該都開始聽過所謂保羅新觀這樣的名詞 就是保羅新觀一個最基本的起點 就是認為羅馬書是為了保羅處理 羅馬基督徒具體的情境而寫作的 好 在這個保羅新觀裡面呢 他們是怎麼樣去轉變那個研究的路徑 我們之前我講到就是說 這個四百年 宗教改革以後的四百年 基本上都是用神學的 特別是系統神學的觀點 在研究羅馬書 從系統神學觀點 所以像偉人跟我講說 男神的同學好像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讀那個巴特的羅馬書著師對不對 你們讀得懂嗎 這句我也讀不懂 我看三頁我就放棄了 為什麼 因為巴特他所繼承的神學傳統 就是德國路德中用神學 用系統神學的角度去解釋羅馬書 所以你在這當中 所以換句話講 你讀不懂是應該的 因為他談的是神哲學的問題 可是呢 在法羅新觀以後呢 學者就放棄掉 以教義或以神學為中心的釋經方法 開始轉回到歷史批判的進入 開始回到歷史批判的進入 我覺得在這裡呢 我要對歷史批判做一個辯護 做一個辯護 有很多的學者 特別是大概到1990年之後 聖經研究的進入 開始有所謂的典範的轉移 也就是說呢 學者發現傳統的歷史批判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 後現代的神學研究的需要 為什麼 因為蒙發於理性主義 啟蒙時代的這種歷史批判 基本上呢 它是一種考據學 基本上它是一種考據學 可是問題是 這樣子的考據學 都是建立在假說 假設的基礎上面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在讀福音書的時候 有沒有讀過四來源說 或二來源說 對不對 那學者就會問啊 有Q這個東西嗎 有Q這個文本存在嗎 沒有啊 Q只是假設的 M有嗎 沒有啊 那也是假設的 L有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人看過啊 那也是假設的 那一樣啊 應用在舊約的研究一樣啊 就是 JEDP 都是什麼 假設 都是假設 所以 也就是說這樣子 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的考據學 其實它所建構出來的聖經神學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 以後現代的那種多元的批判的要求了 好 所以 學者就開始引進 譬如說文學的讀經榜 好 所以 兩年前 在讀那個 羅馬書的時候 我花了很多時間講文學批判 我知道大家聽了 已經虧筆了 簡單的說 文學批判 就是一個 新的典範的轉移的一個 一個代表 或者是 新眼光讀經 就是所謂的 以讀者為中心的 讀者反應理論 讀者為中心的一個批判 或者是說 有的人 你可能 學過人類學 也有人類學的方法的批判 有一些當代思潮 也就是說 1990年之後 開始有很多文學系的教授 他們把研究的文本 從西洋文學的大師轉到聖經文本上來 他們用西洋文學的理論去讀聖經 然後就開啟了一些 一些不一樣的讀經的觀點跟方法 其實也都很有貢獻 簡單這樣講 其實文學的讀經法 我覺得在我們台灣的處境裡面 最有貢獻的一點 應該是在講道上面 是在講道上面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牧師 他的講道 40分鐘 前面的20分鐘都是考古學 那個大概五分鐘 我們怎麼知道 在現在的溝通理論裡面 如果你的傳達在五分鐘之內 沒有辦法引起會眾的注意的話 你後面都是白講的 那你這樣看 我記得我小時候聽的講道 大概先聽 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考古學 這大聖經的過境 就是在講什麼 這個字 它在溝通的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 如果我們發現 如果用文學的角度去讀經的時候 它可以克服這些缺點 可是 這樣子 這種 這種 後現代的讀經法 其實也衝擊到聖經學者本身 好 那開始聖經學者 開始又去思考一個問題 歷史批判真的沒有用嗎 歷史批判真的該被丟棄到垃圾桶裡面去了嗎 後來發現 其實這個部分呢 是後來 是整個西洋史學的發展 影響到了聖經研究 這怎麼說呢 就是 傳統的 歷史研究 就是所謂的 考據學 就是所謂的考據學 譬如說這樣研究中國歷史的話 就是去讀 讀那個 那句 考據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上書 春秋 倫與孟子 去做考據的工作 大概是去做考據 可是現在學者認為 真正的歷史 並不是只有 考據學的部分 應該是叫什麼 應該是 是 英文 以前我們都說是 History 那 對不起 Historicography 應該怎麼翻譯 也就是說以前我們說是 就是說是 以考據為主的歷史學 現在轉變到 以思想史為主的歷史學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讀 新約的時候 以新約為例 我們可能會很有趣的是 耶穌在加拿的婚宴裡面 把水變酒 到底那個石缸是什麼樣的石缸 你知道有那個 有那個 諸事書專門在研究那個石缸 我寫了兩三頁的英文 呵呵呵 在考據那個石缸 那個長的是什麼樣子 可是 石缸長的什麼樣子 對我們 有意義嗎 有 但是太有限了 我們可能要問的是 為什麼那個石缸 會出現在 婚宴的場合 對不對 我們可能 我們可能忘記問這個問題 因為 考據學告訴我們 這個石缸 其實就是聖殿 在那個洗手用的那個 大石缸 可是為什麼聖殿洗手用的大石缸 會出現在 婚禮的場合 而且是某個 有錢人家的外面 因為那石缸 不可能搬來搬去的嘛 對不對 這太大了吧 好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 就是說這些 思想 思想史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歷史 其實就是研究 政治 思想 經濟 文化 等等這些 就是說我們回到原來的 處境去研究 比考據更寬廣的領域 那個叫做 就是現在的史學 現在的歷史批判 所做的工作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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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把 羅馬教會的 那個組成做一個基本的 分析之後 其實你可以想一個問題 很多人讀到羅馬書 只是為了去解決 到底保羅有沒有反對同性戀 對不對 他不care羅馬書講什麼 他只care一章 十八節到三十二節 在講什麼 如果 羅馬教會的組成 一半以上 是奴隸 或者是成是奴隸的人 那保羅 在處理那個同性性行為的 這件事 這個描述 對他們來講是什麼意義 你覺得呢 對同性性行為 還是同性戀 還是同性性行為 這個都不是保羅所關切的 保羅關切的是 這個東西 在這一群人身上 是什麼意義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 這一些 就是說我覺得 絕大多數的學者 都忽略掉這一塊 有一個學者 某種程度 我認同他的觀點 羅馬時期的奴隸 他除了要提供 勞務的服務之外 他也會提供什麼 性的服務 所以 極有可能 保羅在 責備的那一個 同性的性行為 他可能是真 也就是說 他的讀者 有一半 都被這樣欺負過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保羅 表面上 他是在譴責 同性性行為 但是背後 是在譴責什麼 我覺得是剝削 我覺得是剝削 所以 我不是要閃掉 一張 18節到32節 該怎麼解經的問題 我是要告訴大家 在新的解經思潮裡面 我們要看的是這個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好 扯得有點遠 但是我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這個 保羅新官最關鍵的人物 是Crystal Stendhal 很有趣的是 他奠基保羅新官的發展 可是 他是 北歐人 我記得沒錯 他是瑞典的主教 他是瑞典的主教 後來他當到 哈佛神學院的信約教授 哈佛神學院的圖書館 樓梯間最大的空間 就是掛他的油畫 他在1967年寫了一篇文章 在我們的講義的最後面 最後一個段落有沒有 有一個1967年那個 對於1963年 對於1963年 Crystal Stendhal The Apostle and Introspective Consensus of the West 中文怎麼翻譯 就是 對不起 我再露打了一個字保羅 使徒保羅與西方良心的字型 我再講一次 這個有點搖頭 使徒保羅與西方良心的字型 為什麼這一篇文章 把四百年的保羅研究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 開啟了一個很大的革命 就是 Stendhal他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他所處的時代 我們知道 1963年 二十世代代剛怎麼樣 剛結束不久 對不對 就是整個歐洲都還在重建的階段 然後呢 這個 1963年也是 就是 60年左右 大概也是冷戰 非常最高峰的時期 所以他發現 他發現 他發現 整個西方 在 就是說 整個西方的基督教 在那個一個環境裡面 有了一個很要不得的傾向 就是把基督教個人化 而不是公共化 換句話講 他所責備的西方的良心 指的是 那一種 只關心或在乎個人得救與否的良心 他認為 保羅根本不處理個人得救的良心問題 那是 那是誰的問題 那是馬丁路德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 那你可以發現 保羅關切的是個人得救的問題 還是 民族的得救的問題 是民族的得救 所以是 所以是一個 團體的層面 是公共的層面 而不是個人的層面 那他發現 在羅馬書裡面 他完全找不到 保羅是以基督徒自居的證據 相反的 他在羅馬書裡面 很清楚的看到 保羅 非常強調 他自己的猶太身份 有沒有 還記得嗎 猶太身份 所以 所以從這個地方 他開始 講 就是說 那麼他就 這邊我就剛剛有談到 所以他批判西方基督教 把羅馬書讀成是個人得救的旨意 事實上 把羅馬書當作個人得救的旨意 也是我們現在的台灣基督徒 流行的方式 也就是 只要你 信了 你靠著這個信心 你就可以得救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一個人得救與否是誰的事 是我的事 是個個人層次的事 所以我不需要關心我的靈社 我不用關心我的國家社會 我只要關心我自己的事 你這樣可以理解了嗎 時間到了耶 是不是 到九點 到九點了 好 Stand of 他的這一篇短文 其實這文章不長 大概 只有兩頁三頁這樣的文章 後來就變成所謂的保羅新官 那為什麼叫做保羅新官呢 我們再來看 Stand of下面有一個人 人名 對不起 我們跳到D 1982年 有一個James Dunn 有沒有 英國 這個Darren大學的新約教授 James Dunn 他在1982年的一個講座 他就是用 New Perspective on Paul這個名詞 這個title 作為他的講座的標題 從此以後呢 那個 學界就開始把 這個 Stand of 以後所建立的這一種 異於路德的觀點的 羅馬書研究 或保羅研究 就稱之為 保羅新官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對 保羅新官大概是這樣子來的 好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 保羅寫作羅馬書 他是針對 他具體的 情境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問 到底保羅寫作羅馬書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情境 有什麼context 我在這裡呢 我分成兩個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我是後來才加的 就是 在我們的講義上 我只有寫 那個保羅自身的context 然後羅馬的context 跟宣教的context 對不對 那在這個之前 請你再加上一小個 就是塑造保羅思想的 猶太context 我們要問的是 到底保羅 他的 油害思想 是怎麼樣被塑造的 好 第一個呢 我們先一起來 翻開羅馬書十章二節 裡面有一個teword 我們要稍微處理一下 來正曉幫我唸一下 我為他們作證 他們對上帝有熱心 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好 他們對上帝有什麼 熱心 好 你可以發現 在保羅書寫裡面 熱心 用來形容 一個人對上帝的態度 至少有四次 至少有三次 好 這個熱心 這一個詞語 其實是 了解保羅的 猶太背景 一個很重要的teword 好 在我們今天的 教會處境裡面 什麼叫熱心 有沒有 親父子的 心紅片 常常熱心 啊 熊熊 反正 就是那個周報 背面最下面 那個 那個都做了 就叫做熱心 對不對 好 但是 保羅的熱心 跟這個 是完全無關的 是完全無關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齁 在第一世紀的時候 在公元前第一世紀 就是在耶穌以前 以色列的法利塞人 對於御法的解釋 分裂成兩派 一派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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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麥 就西列 跟薩脈 這個有點不好 音就是這樣子 齁 跟小麥 什麼是 一派 這一派 對於御法的解釋 是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 小麥這一派 就是 相對的就是什麼 用比較嚴格的角度 來理解 摩西的律法 那麼 但是 就是說 這兩派 他們對律法的解釋 這種寬跟點 其實呢 並不是 並不是在表達 個人的 敬虔與否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但是 他們用很嚴格的角度 去讀律法 不是為了要表彰自己很盡錢 寬跟點 都為了一個更大的目的 就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 為什麼 為什麼 那 我們現在來看 那 我們現在來看 是為了要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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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可以 可以 所以 小麥這派的人 就主張 怎麼樣 在政治上是不可以妥協的 就是 寧死不屈 簡單講 就是 但是這兩派 其實 他們延續了很長的時間 我們不能說他們是誰對誰錯 但是這個影響到保羅 影響到保羅 那所以 對小麥這一派的人來講 什麼叫做 對上帝熱心 對上帝熱心 指的就是 要 用 武力 來爭取 政治上的獨立 這叫做 對上帝熱心 所以 那我問大家 耶穌的門徒裡面 誰是這種人 西門 誰 西門 西門 為什麼 怎麼樣證明 對他拿刀 就是砍掉那個 那個 牙勒谷的耳朵 分裂黨人就是 這一種 在小麥 就屬於這個小麥的這個 這個 解經的傳統 影響 而生的一個 一種政治 政治主張就對了 好 那麼 所以 我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保羅說 就 猶太人來講 我對上帝熱心 不是 指說他 很熱心 如今禱告 指保羅 他怎麼樣 要用武力 去實踐那個 政治上的理想 那麼 可是很有趣的是 保羅的老師 叫做什麼人 加瑪烈 加瑪烈 其實加瑪烈是 比利爾派的 就是他的老師 是比較寬容的 可是 保羅自身卻是怎麼樣 是小麥的 是比較嚴格的 這是比較有趣的 好 那麼 我們先不談保羅 就是說 我們再往後再談一點 到了公元70年的時候 比利爾跟小麥這兩派的衝突 就 整個 就大爆發 為什麼大爆發 公元70年有一個大事情發生 是什麼事情 聖殿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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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知道 聖殿是以色列宗教的象徵的核心 好 這個 對不起 好 我們在思考 聖殿為什麼被 用石頭打死 聖殿是被誰打死的 請記得喔 聖殿是被他的同胞打死的 不是被羅馬帝國處死的 那為什麼他的同胞要打死他 那個罪證是什麼 我們在信聖者寫過一篇文章 對聖殿崇拜的不盡情 答對了 因為 斯蒂凡說 我們不一定要有聖殿啊 為什麼 因為新的聖殿就是耶穌基督 那這個還得了耶 那換句話講 斯蒂凡就是重根 就否認了聖殿崇拜的必要性 跟絕對性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斯蒂凡被打死的罪狀就是他 褻瀆聖殿 因為他否認聖殿崇拜的必要性 跟絕對性 那 鐵料跟小麥也就也在聖殿崇拜的 這件事情上面 有很大的衝突 有很大的衝突 那麼 這樣子的衝突呢 就 這當然是比較後來的 後來的延續 就是為了那個 那個聖殿崇拜的問題 就是那個衝突 但是往前推那 那保羅呢 我們說齁 保羅信主以前 他是專門在幹什麼的 抓基督徒 抓基督徒的 為什麼他們會去抓基督徒 沒有錯齁 這個保羅為什麼 為什麼一群人 會想要去抓基督徒 把他們打死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 小麥有一種神學觀點就是 只有當 當 就是說我們這些小麥的人 齁 我們挺身而出 阻止任何 有害於 律法宣揚 或律法實踐的事情 我們都有義務 全部都把他們怎麼樣 排除掉 那這樣子的排除 會帶來什麼 會帶來上帝國的實現 所以換句話講 保羅跟他的夥伴 去搜捕基督徒 其實背後有一個非常崇高的宗教理想 他們希望藉著這樣子做 可以達到什麼 可以達到 上帝國的實現 那 可是 保羅錯在哪裡 或者是 保羅在 那個大馬克的路上 他的改變差別差在哪裡 OK好 等一下我們會談 所以其實保羅他從未想要建立一個基督教 所以 布特曼說 保羅建立基督教 這是不對的觀點 因為保羅的思想的脈絡 完完全全是道道地地的猶太人 他只不過是以一個猶太人的角度 要來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OK 所以他往大馬瑟的路上被主遇到 最大的意義是 他本來以為 上帝要在以色列 在末世為以色列歷史所成就的事 就是那個 稱意跟拯救 現在呢 因為他被主遇到了 他就知道怎麼樣 原來是 都已經在拿撒勒人 耶穌身上已經實現 是已經喔 是已經開始 而不是未來 也就是說 對傳統的猶太教來講 那一個 上帝的最終的拯救 是一個未來的事情 但是對保羅來說 上帝的拯救 已經在耶穌基督身上開始了 你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是保羅在思想上 在大馬瑟的路上 一個最大的轉變 最大的改變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羅馬書的一章三到四節 所以羅馬書一章三到四節 就可以當作是保羅他的信仰告白 來 一位幫我們唸一下好嗎 有沒有人幫我唸一下 論到他兒子 我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 是從大衛後義生的 按神聖的靈說 因從死的終復活 用大能顯明他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對保羅來講 他所認識的耶穌基督 從肉體說 他是大衛的子孫 但是論神聖的靈說 他是什麼 他是上帝的兒子 而且是什麼 是上帝的大能 藉著死人復活的這件事情 來顯明的事實 所以羅馬書的一章三到四節 就是保羅對耶穌基督的認識 那這樣子的認識 我們可以說是前途古人 就是在他之前沒有人是這樣子來看的 所以這是保羅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發現了他人生最大的意義 就是什麼 宣揚耶穌基督 人生最大的意義就是宣揚耶穌基督 因為剩下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接下來三個 context 我先不要談 我們來很快的談一下羅馬書的結構 我們來看一下羅馬書的結構 我想這個會跟大家在做輔導的時候 會比較有用處 第一個部分在談希臘羅馬時期的書信格式 這個我就不談 這個內容會發給大家 會發給大家的加勒泰書 註釋裡面有一個小短文 就叫做希臘羅馬的書信格式 這個內容就是把它copy過來的 所以你們回去自己讀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羅馬書的一致性的問題 這裡 這是一個小事但是很有趣 很有趣 就是 其實從49世紀就有學者在質疑一件事情 其實羅馬書應該不是一封信 而是兩封信 那這個不是沒有根據的 好 我們現在翻到16章 我們現在來翻到16章 我應該怎麼弄得 就一直開 文字寬度 文字寬度 對不起我只能放到這裡 在我們的 我是按照聯盒聖經公會的希臘文聖經 就是 這裡有看到平等A 指的就是 現在我們手上的經文 現有的形式 是確定性最高的 沒有問題 雖然平等是A 可是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排列組合 第一種排列組合 就是只有二十三節 好 你手上的聖經有二十四節的請舉手 下面有 我是說有一個獨立的二十四節 有沒有 有住 還有咧 有沒有本文有二十四節的 應該是合合本吧 對不對 只有老合合本 才有二十四節 如果你是 現在綜藝本跟合合本修訂版 應該都沒有二十四節了 它應該寫成二十三到二十四 或者是 把二十四放在柱角 好 你就是說呢 希臘文的本文 只有二十三節 那接待我 也接待全教會的 乾爺問你們的安 城內管 故隱的 以拉督和兄弟 破途問你們的安 就這樣就沒了 這是第一節 第一種 第一種排列 第二種 第二種的操本是 有二十三節 也有二十四節 二十四節什麼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誓恩典給你們各位 然後呢 還有第三種讀法 第三種讀法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二十三節 二十四節加二十七節 好 二十三節都一樣 我們都不要看 看二十四節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誓恩典給你們 各位 Amen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 歸於獨一全治的上帝 直到永遠 阿們 好 在我們教會的禮裡面 二十四節的內容 稱作什麼 是祝導 對不對 那二十七節 我們說那是什麼 榮耀送 或是榮耀送 那所以現在學者 就會有一個質疑 就是說 為什麼二十四節 會有 就是說 那個祝導 祝導就是代表 一個大段落的結束 那為什麼 二十三節的後面 會有一個祝導 那很顯然 原來的心只有到二十三節 你懂我意思嗎 是這樣子去推測的 那麼 另外一個問題呢 是二十五到二十七節 這個是大問題的 這裡的平等C 就是說 就是說在我們的希臘文 希臘文聖經裡面 平等分為ABCD 基本上呢 如果呢 它會評為A跟B 我們都會賦予它非常高的可靠性 可是如果呢 它在希臘文的平等 會評成C或D 就是我們 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確定 是哪一種讀法 是最有權威的 那我們來看 二十五到二十七 該怎麼排 二十五到二十七是什麼內容 十六章的二十五節到二十七節 大家看一下 二十五節到二十七節又是一個什麼 又是一個榮耀宋 有沒有看到 就是類似像宋榮這一類的內容 就是 第一個呢 它是保留在二十五到二十七節 現在的內容 現在的位置 第二種呢 是 現在的內容 現在的位置 但是呢 在十四章二十三節後面 有一模一樣的內容 十四章二十三節是什麼 十四章二十三節 顯然 顯然 曾經有一度 那個抄傳的歷史當中 只抄了十四章 而沒有十五章十六章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那個 宋榮的那個 這個體材就被插在這個地方 那 另外一種呢 是沒有 二十五節到二十七節 當然 如果我們從 天后聖經會 希臘雲第四版 對這兩個平等來看 我們可以確定 就是 二十四節 就是 助導 應該不是原始經文 但是 二十五節到二十七節 這個榮耀送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是不是原始經文 所以問題來了 如果十六章二十五節到二十七節 曾經出現在十四章二十三節後面 那就顯示 羅馬書有可能是兩封信組成的 第一封信是 一章一節到十四章二十三節 是第一封信 第二封信是 十五章的一節到十六章的最後 也就是 一到十四章是一封信 十五十六章是另外一封信 這個就是 為什麼人家會有兩封信的理論 是這樣子來的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它 接下來 我很快地來談一下 羅馬書的分段 羅馬書的分段 不同的詩意書會有不同的分段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去參考 但我覺得有一個更簡單 而且合理的 一個分段的方法 是看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在研究羅馬書 我們會發現 一章的一節到十五節 就是 那個 請安 請安 一個書信的請安 我們說的是 一封書信的框架的頭 然後呢 這個 最後面 最後面 就是從十五章的十四節 就是從十五章的十四節 一直到十六章的二十七節 是書信的框架的尾巴 所以書信的框架 是在最前面跟最後面 然後中間這裡呢 就是一章的十六節 一直到十五章的十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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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書信的本體 書信的本體 然後在這個 欸對不起 我知道我時間到了 可以再三分鐘 其實是三十分鐘 好 我們在讀羅馬書的時候 一章的十六節到十七節 這個是所謂的Cesis 就是一封信的主題 或者是我們叫最大論題好了 大主題或大論題 我不以福音為此 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臘人 因為上帝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寫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今上所信 義人必因信得神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這裡 後面的所有的段落 都是在怎麼樣 解決 什麼叫做福音 保羅的福音 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所以後面其實就是在回應 他的論題 好 這個論題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可以分成幾個大的段落 一章十八節到三章二十節 然後每一個段落呢 就是切下來 又是一個主章生論 主章生論 有沒有主章比較短 深論比較長 也就是說呢 他每一個大區塊 內部都有一個 內部的呼應 都有一個內部呼應的關聯性 那麼 到這個一二三四 這個五就不是了 十二章到十五章 是生活應用 所以是 換句話講 前面講的是理論 那第十二章到十五章 那第十二章到十五章 講的是生活應用 就是實踐的問題 譬如說影遲啦 律法啦 等等 政教關係 好 這一次 好 然後學者 會認為說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十五章 我們來看一下羅馬書十五章 我們來看一下羅馬書十五章 這個第八節開始 就是他的結尾 那 我個人的觀點 我認為整個十五章 最高峰的部分 就是出現在十五章的七節 十五章的七節一開始說什麼 所以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是要表達什麼 所以是要表達什麼 結論 結論 所以的後面是要解釋 結論 也就是說前面講了那麼多 所以 你們要怎麼樣 彼此接納 我覺得這樣子的理解很合理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講過 羅馬書的收信人 是一個合一的團體 還是一個分裂的團體 他們是分裂的團體 所以 講了那麼多 最後 你們要怎麼樣 彼此接納 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 歸榮耀給上帝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在我的理解裡面 我會認為 羅馬書 最後 他就是要解決 你們要彼此接納的問題 所以從這樣看來的話 那羅馬書 他不見得是一個 或不應該是一個 系統神學的著作 而是一個 實踐神學的著作 他處理的是 實際的生活問題 一群吵架的基督族 如何在主裡面可以成為同工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今天講的比較比兩年前有進步啦 如果兩年前聽不懂的 希望今天不要再聽不懂了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還沒有全部完稿 我那個 盡量在那一天我會給大會 然後請大會再給你一個那樣 所以銀信誠意的問題就沒有辦法了嗎 銀信誠意的問題就沒有辦法用了 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直接跳解答 就是說 如果你站在路德中的傳統去讀羅馬書的話 你會得到的結論就是 音信誠意是羅馬書的中心 如果你用的是保羅新觀來讀羅馬書的話 你會發現 在基督裡才是保羅神學的中心 因為要合一啊 好 還有什麼問題 那個回應就是 明文老師有提到那篇 那個Splendor那個文章 他有綜藝文 有 那個在羅邦寫的那個 對 最近 所以有興趣可以看 這是那個 比戰羅馬 最近剛剛翻譯的 比戰羅馬 對啊 那個偉人拿了這一本 可是 可是還是很難讀 呵呵呵 我有嘗試了要讀 可是 這個 可是很難 還有沒有 所以 所以 最後面 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 這是一個 對我來講 很特別的機會 就是說 其實我的 我的 我的 博士論文 其實就是在 在處理羅馬書 其實 我的論文 很boring 我的論文 只有三章 二十一節到二十六節 我只寫六節而已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對他的收穫 我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讀經 我們一定會在一個情境裡面讀經 我們絕對找不到那種 絕對的客觀又正確 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的讀經 不會有什麼事 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就是承認 我做一個台灣人 我做一個台灣基督教教的信徒 我有我的限制 我有我被塑造的意識形態 然後我來讀這本聖經 那也許你不同意 我覺得我們可以對話 但是不需要罵我 所以你們聽我這樣講其實都知道說 其實 我們四百年來對羅馬書的理解 其實是誰的理解 是馬丁路德的理解 是馬丁路德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啊 所以 這樣再講下去 其實羅馬書對當代的台灣基督徒 其實有很大的啟發 因為台灣正是面臨一個分裂的國家 跟社會 不是嗎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承認一件事情 基督徒還是少數 對不對 不管我們在什麼復興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台灣基督徒就是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百分之五到七 這樣子的比例 還是少數 那相對的少數的一個族群 如何對一個不信主的一個大族群 有見證有影響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從羅馬書得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的過程 我這樣講好了 羅馬書一章到十一章在講理論 可是十二章到十五章 它的核心其實在十二章的第三節 第二節或第三節 所以 所以 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我們很喜歡在現新會讀十二章第一節 所以弟兄們 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現象當作活祭 請記得 這裡的身體是負數 這裡的祭是單數 那為什麼 身體是負數 祭是單數 那是在講什麼 那保羅所訴求的對象是什麼 是誰要當活祭 是教會要當活祭 不是個人當活祭 是每一個個人 有一個團體性的見證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 如果你在把羅馬書當作是解決個人信仰的問題 你就有 你才有問題 好 保羅叫 要讀者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他告訴我們 那個目的是什麼 不要效法 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 查驗 何為上帝的 善良 存全和喜悅的旨意 在這裡 一節到二節的主要動詞 就是這個查驗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獻上身體 當作活祭 為什麼 教會要有見證 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要查驗 上帝的旨意 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常常問 傳道人說 牧師啊傳道 我怎麼樣明白神的旨意 獻上身體 獻上身體 當作活祭 你知道懂我意思嗎 這是保羅講的 如果你要明白什麼是上帝的旨意 你前面該做的工作是 你要獻上自己 當作活祭 所以 我可以這樣講 一個離群所居的基督徒 他不會明白什麼是上帝的旨意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生命 可以跟主相遇 我們的生命可以更豐盛 我們要更能夠體察神的心意 不是把自己關在山上 不是把教會鎖起來 而是要把教會開放 要在侍奉當中去查驗 何為上帝的旨意 我想這樣子的理解 我覺得 會對我們的弟兄姐妹 有很大的機力跟幫助 所以保羅在這裡 並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要如何的禱告 才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 保羅反而是告訴我們 你就去做吧 當你做了 你就在這當中去明白上帝的旨意 那從這樣的角度 接下來 我還可以再講嗎 許哥 許哥對不起 我佔用你時間 反正我要趕火車 我一定要在火車開之前 我一定要離開 你不要火車可以趕了 再講下去就不要火車可以趕了 沒關係啦 我線上身體在這裡做火車 比如說我們在解經的時候 我們繼續看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三節到第八節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他的整個希臘文的結構 很有趣的是 他就是 比如說 福士 福士 教導 教導 勸勉 勸勉 施捨 誠實 治理 殷勤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保羅在這裡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結構 是在說 一個教會是否健康 不在於教會要擁有全部的恩賜 就是 保羅對教會的期待是 各種恩賜 要各從其分 要恰當的使用 照每一個人所領受的良心 恰當的使用 這才是保羅對教會的期待 所以不要以為我們的教會很小 不要以為我們的教會沒有資源 不要以為我們的教會怎麼都沒有恩賜 我們要問的是 如果我們僅有三種恩賜 那我們有沒有好好的恰如其分 把這三種恩賜都把它照應該有的程度去發揮 但是我覺得現在教會會亂 問題就是在於 那個當腳的人都喜歡當頭 你不覺得這樣子嗎 就是 如果教會是一個身體 現在的教會的問題 就是在於 那個器官措置 你想想看喔 一個身體器官措置 那是怪物耶 對啊 我覺得這是教會的問題啊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按照保羅的教導 恰如其分的去發揮恩賜啊 所以有時候 我很不客氣的這樣想喔 我讀神學讀了13年 要我講一篇道我都覺得很痛苦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一個教會的年輕人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可以去戴所謂的戴禁拜 戴20分鐘 我不曉得那個他從什麼地方可以讓他戴20分鐘的禁拜 我覺得我們要挑戰這個問題 我不是要這樣講 我會得罪一票人 可是我還是要講 因為不這樣處理的話 我們的教會的理 可能說我們是線上當作活跡的人 我們只是一群恐龍隊嘛 那不是這樣 我不客氣的講 長老教會的講道裡面 有會教你說 你跟你的右邊的人講說上帝愛你 跟你左邊的人講說耶穌愛你 長老教會的講道沒有這種東西的耶 我不是說這個東西不好 但是我會說你要去學人家 不要學奇怪的皮毛 學一點有內涵的東西吧 對不起我得罪了很多人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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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